作词 李宗盛 心中似向你的好 更多余地来亲亲 夜晚我仍要歌唱 向你传与我幸运 敬拜挂成一首歌 单单要唱给你听 从早晨到夜晚 从旷野到高山 亲爱主我要承受你悲悲 从早晨到夜晚 定爱永不止息 亲爱主一些静静跟随你 早晨我睁开眼睛 渴望聆听你的声音 心中似向你的好 更多余地来亲亲 夜晚我仍要歌唱 向你传逼过心意 敬拜挂成一首歌 单单要唱给你听 从早晨到夜晚 从旷野到高山 亲爱主我要承受你悲悲 从早晨到夜晚 从旷野到高山 亲爱主我要承受你悲悲 从早晨到夜晚 从旷野到高山 亲爱主我要承受你悲悲 从早晨到夜晚 亲爱主我要承受你悲悲 你爱永不止息 亲爱主也向静静跟随你 我的主我爱你 我要夸对你的来无知夫 我的主 我爱你 我要跨你的爱无知情 我的主 我爱你 我要跨你的爱无知情 我的主 我爱你 我要跨你的爱无知情 我的主 我爱你 我的主 我爱你 你我的人生就是神所赐那最美好的礼物 圣经告诉我们 你终生的事都在神的手中 在我们的一生 我们会有软弱 会有无助 可是罗马书第八章 主的话鼓励我们 况且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 应该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 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世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在你的人生 一切的世上 因着神 神的爱 神的怜悯 神的带导 已经得胜有余 想到悲惨的人生 人们很容易想到立刻胡折 一个人 他从出生 他就没有四肢 他的身高只有一百公分 他的左下肢 是一小节萎缩的肢体 还有两根小的指头 如果是别人长成这样 我想我们就会放弃我们的人生 而且我们会非常的失望 可是立刻胡折 他却在耶稣基督里面 找到盼望 神若帮助我 谁能抵挡我呢 立刻胡折 他到处分享他的见证 他到处传递幸福 他前往非洲 他前往非洲 亚洲 欧洲 各个地方 为主做见证 每个人听完他的故事 听完他所传递 那充满盼望的信息 就对自己的生活 就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幸福 立刻胡折 他总是鼓励大家 跌倒 就再爬起来 跌倒 再爬起来就好 那些无法从挫败当中 站起来的人 常常把失败当作结局 可是我们一定要记得 你的人生 不会因为一次的错乎 或失败 就决定你的结局 立刻胡折 他活出这样勇敢的生命 虽然没有双手双脚 有的人觉得他应该一辈子 都躺在家里就好 他也跌倒 无数次 上百次 上千次 可是他每一次都靠自己 努力的站起来 所以现在的他 行动自如 他也是电脑达人 甚至一般人 觉得有些困难的活动 滑雪板 足球 高尔夫球 游泳 他都勇于尝试 他也喜欢打鼓 跳舞 他浑身散发出喜乐的生命特质 也许我们觉得 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对 非常的不可思议 神透过 他的人生 彰显出神的荣耀来 彰显出神的荣耀来 我们拥有这么破碎的四肢 可是我们却可以像立刻胡者一样 拥有最美好的上帝 神不偏待人 靠着爱我们的神 神在这一切的世上 在这一切的世上 已经得胜有余 所以像师哥告诉我们 每一天 我们从早晨到夜晚 从旷野到高山 我们可以赞美神 我们可以敬拜神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成为美丽 让我们的人生成为精彩 一切都是因为有神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爱 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的祷告 一切就不再一样 愿你的人生成为一首美丽的诗歌 单单的献给我们的神 让我们透过神的能力 谱出那美好的乐章 在我们的生命里 超级ERT 3